教宗方基各9月16日清晨 在圣马尔大支家的弥撒讲道中 邀请信徒为执政者祈祷 他表示 爱人民和谦逊是执政者所必备的美德 而社会公民也不能不关心政治 尤其是天主教徒 教宗说 执政者应该爱他的人民 因为不爱民的执政者 不能管理人民 最多只能使人民遵守纪律 维持秩序 但这不是管理 每个人都应该从事管理的服务工作 应该自问这两个问题 我是否爱人民 从而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我是否谦逊地接纳众人的不同意见 从而选择更好的道路 我们若不自问这两个问题 我们将不善管理 爱自己人民的执政者 就是一个谦逊的人 此外 社会公民也不能不关心政治 教宗说 没有人可以说 这与我无关 他们才是执政者 不是的 我对他们的管理负有责任 我应该发挥自己的长处 尽力参与政治 为叫他们善于管理 教会社会训导说 政治是最高形式的爱德 因为他为公义服务 因此我们不能洗手不干 所有人都应该尽一分力 教宗接着说 我们习惯于只说执政者的坏话 议论他们的不足之处 总是说不好 总是在反对 我们应该以自己的见解 话语和纠正的建议 为执政者给予合作 因为所有人都应该参与公义 我们常听说 好天主教徒不参与政治 事实上 一个好天主教徒应该参与政治 提供自己最好的东西 好使执政者能够善于管理 但我们能为执政者提供的 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是祈祷 是圣保罗宗徒所说的 为一切人 为众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人祈祷 教宗最后总结说 我们要发挥自己的长处 提供想法、建议 但最好的是祈祷 让我们为执政者祈祷 好使他们善于管理我们 带领我们的祖国和民族不断前进 使世界存有和平与公义 是因为它秩序的 是因为它秩序的 就是因为它秩序的 感谢观看